拳击和混合武术式这种对打呢 以真正打倒对方为目的的比赛 给很多人带来了娱乐 不过也有人觉得这种真打人的形式不太好 怎么能够既给人们带来娱乐又不伤害人呢 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机器人代替人 日本机器人迷们带着他们自己设计的机器人 来到东京会议中心来和其他机器人竞争 机器人赛手挥拳击向对手 最终一记重拳把对方打翻在地 比赛现场很像是真正的拳击或者是混合武术比赛 25个左右来自日本各地的世界级机器人选手 来到东京会议中心 参加2007年12月1日星期六举行的 Rubble One冠军赛 并决定哪个机器人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双足机器人 所有的参赛机器人都是业余爱好者 从零开始设计并且组装起来的 把对手打倒三次或者推出八角形 环形赛场的机器人为胜利者 两次自行摔倒判为一次被击倒 三分钟为一个回合 如果三分钟之后不分胜负的话 还将加时一分钟 Rubble One委员会主席 西孙辉和说 直到最近双足机器人才变成一个有力可图的产业 这就是为什么私人公司一直没有向其投资的原因 所以双足机器人的未来指望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 希望我们可以美梦成真 参加者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进行研发 一些人希望可以不但增强机器人的力量 还可以增加他们的吸引力 四十岁在前系统中 工程师现为家庭主妇的盛言说 真的很好玩 我的丈夫和女儿也加入进来了 四十岁的公司支援植树丸的机器人 是上届冠军 他说 如果你不每隔半年更新一次机器人的话 他没法赢了 这在其他机器人产业中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双足格斗机器人就是这样的 技术更新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委员会把比赛获胜者认证为首席世界冠军 并且授予冠军腰带 时装时尚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 总是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怀旧复古的潮流 海莱娜2008年的秋季设计呢 就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道理 往往人们最开始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纽约布莱恩公园 参加著名时装设计师卡罗琳娜海莱娜的2008年秋季时装发表会 著名设计师卡罗琳娜海莱娜 是一位出生于殖民地时期的委内瑞拉女子 也许是殖民地老派的社交活动和怀旧感 赋予了这位现代女性与众不同的气质 反映到她所设计的服装中 现在让我们一起到纽约 观赏海莱娜的2008年秋装发表会 在服装秀还没有登场之前 我们先到后台看看模特的准备情况 设计师卡罗琳娜海莱娜介绍了这次发表的秋装特色 这次作品灵感来自乡间 自在又俐落的女子穿着这些服饰到户外 而服饰本身又充满着迷幻的想象 就像是你可以在周末时 穿着他们到法国的古堡 或者是纽约的大街上遛狗骑马他们 走在伸展台上的模特 头戴各种颜色的软衣帽 身穿拼布短衫和裙子 装饰在帽子上面的鸵鸟羽毛 有时长达三英尺 被模特脱在身后 花泥套装上的上衣、背心、裤装 主要采用了卡什米尔羊毛织品 印度薄平纹毛棉织品 以及西德兰羊毛而精致打造而成 这样又是户外 又是具有乡村气息的服装 适合在晚宴时穿吗 答案是可以的 在海莱娜的桥手下 与世随性地披在肩上或者束在腰部 营造出了戏剧性的效果 而且在不同织品材质的混合搭配之下 更加增添了一股迷人高雅的自在感受 海莱娜的08年秋装代表着俐落自在的乡间女子 无需在一天的户外活动之后 匆忙换上礼服副业 只要稍加留意配件 相间户外打扮 也能成为优雅浪漫的晚宴妆 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之下 海莱娜的2008年秋装发表会也满足 中国人过大年要挂灯笼放鞭炮 为的是驱赶邪恶和年寿 那么日本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风俗呢 每年立春的前一天 是日本的传统节日 节分 这天人们在房屋和办公室周围扔豆子 他们相信这会驱赶走讨厌豆子的恶鬼 迎来扶神 而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 一只大象也加入了驱鬼的行列了 这只只有十岁的母象 名叫艾米 她身穿着红色的披挂 朝着黄发的红色和蓝色的恶鬼们 喷洒豆子 完说中 节分这一天 鬼要从阴曹地府出来 给人带来灾祸 这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风俗 超过一百名儿童兴奋地在一旁观看 大象喷豆子是很难的 因为十只大象中只有一只大象能把豆子喷出来 而不是吞下去 因为大象是很喜欢吃豆子的 十岁的左山说 太有趣了 十一岁的下牙说 大象能用它们的长鼻子喷豆子 好奇怪啊 动物管理员版本说 这只大象很特殊 因为它能抑制住自己 大象喷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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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 interven成 续 土 小象喷豆子 邱